請你確認一下北京科技 你看多仔細 在大陸是免費給全國通告免費打疫苗 而今天大陸要送疫苗免費 要免費送疫苗給台灣人民 為了台灣人民生命的安全 可是民進黨真可惡 居然阻擾大陸送我們台灣人民疫苗 今天是 還是要脫下來 3月22號在昆山打了第一劑的科技疫苗 今天26號到深圳來打第二針 大陸在大陸疫苗是免費提供給全國人民 大陸不但免費提供全國人民 而且捐助全世界各個比較落後的國家 不像美國歐洲疫苗控制在自己手上不給人家 您好 什麼叫什麼名字 那同時大陸也 陳真 不好意思您好 請你叫什麼名字 還講什麼 為您貴姓 叫什麼名字 您貴姓 對我們要責備 不好意思 我叫張恩 請你打針 好 然後呢 大陸要把疫苗給我們台灣人民 可惡的民進黨政府 你知道吧 顧顧台灣人民的死活 好 您好 居然出面出口 鎮鹽這個地方壓一分鐘 然後三到那個 您打完這第二針 第一針 你看一點次都沒有打完了 我都不知道 吃到那個小時鎮鹽不要碰水 一周之內不要吃海鮮喝酒 明白嗎 觀察半個小時再你看 沒問題 我上次講過了 在外面 對 外面我給個單子 你就可以走了 講完了再走可以嗎 行 行 我把這個單子放著 好 我們繼續 你知道吧 我打了兩針疫苗 平安無事 你看根本 我那個醫生 特別仔細 那我想我們台灣現在需要 就是 我們 祖國大陸 給我們的愛心疫苗 不管是北京過藥也好 北京科系也好 民進黨中很可憐 變成口果生存愛台灣 真正愛台灣人民生命是中國共產黨 願意免會提供疫苗給我們老百姓 可是這些口果生存愛台灣的民進黨的政客們很加主擾 為什麼他怕 他怕 怕什麼 怕台灣老百姓 因為大陸捐贈的疫苗 健康得到保障 就不會再信他那一套 天天仇恨大陸那一套 謊言 也沒辦法騙起選票 沒辦法再騙起政權 所以對民進黨來講 政權最重要 利益最重要 台灣人民的死活不重要 反而是大陸關心 台灣人民的生命安全 我現在打了兩針 不要聽胡說八道 大陸疫苗關心 安全的痕 也不要說沒有效率 效率得很 我現在到處亂走 因為我打了疫苗 希望我們台灣人民站起來 就是要呼籲 接受大陸贊助的愛心疫苗 這樣子台灣人的困境馬上解決了 可以保護做到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親愛大家 我們一起努力